我完全肯定在说,如果美国被採取了美国,战争并没有了,我认为这样,没有了。 战争为美国结束只当时,当我们回到自己的战争,这是真实,我确实说,我们不需要在乎的。 好,泽伦斯基他心痛地认为,如果提早加入北约的话,乌俄战争就不会爆发,而且他认为战争再拖下去,外交和谈的意愿恐怕只会越来越低。 另外,由于乌克兰是俄罗斯主要天然气运输的中继站,受到战火波及之后,基辅当局也宣布要关闭部分输送往欧洲的管线。 全世界,更请订阅,开启小铃铛。